引王旗下的盐选烧肉 说什么号称松露制作的盐之钻 盐巴界中的钻石听起来好厉害有没有 结果被踢爆说根本没有进口松露 也不知道制盐厂在哪里 美食家说是有松露盐 没有错啦 这种东西是有 但是从欧洲进口来的 没有听过什么台湾生产的盐之钻 而目前最顶级的是盐之花 这是盐田表面刮下来那个结晶 由于是手工采收的 那么价格很贵 被老涛称为是盐中的鱼籽酱 白菜海盐在镜头前闪闪发亮 被美食家认为是搭配牛排的最佳凉拌 李王旗下的盐选烧肉 标榜松露特调的盐之钻 美食家说根本没听过 没有听过 应该是主厨自己去买不同的盐 然后加不同的食材香料 做出来的调味盐 市面上确实有卖松露盐 一贯八九百元起跳 都是从意大利或是法国进口 做法是以松露加入天然灰盐 或是海盐之城 顶王进货单根本没有松露 松露盐又从何而来 美食家指出 在餐饮界顶级的盐是盐之花 号称是盐田表面漂浮的盐结晶 整理用传统手工采收 售价是一般经验的数字杯 盐之花是海盐 它是属于法国 靠近沿海半岛这个地方 布列塔尼半岛这边提炼出来的盐之花 那它是我们最习惯用在顶级熟成牛排吃的时候 搭配的一种盐 美食家建议 烧肉和牛排类应该搭配没有调味的海盐或盐盐 海鲜类也应该搭配玫瑰盐 我们在西餐它可能主食食材 它没有用那么重的味道 都是事后来搭配 所以通常我们在调味上的时候 各种盐的差别 我们通常都是在沾食用 调味搭配不是越规越好 用的盐种单纯的盐也能够创造美味 接着陈鲜安 许忠颖拍照